大家好,本技巧将介绍如何打印工作表的网格线的操作 默认情况下,打印工作表时网格线是不被打印出来的 如果用户需要,也可以将网格线打印出来 下面介绍具体操作方法 打开工作表,进入打印界面 打印预览中可见网格线没有打印 返回工作表中,切换至页面布局选项卡 在工作表选项选项组中勾选网格线区域的打印复选框 再次进入打印页面,可见在工作表底部的数据打印出网格线